我現在的心得就是 我非常相信一句話 公寓善其事必先立其起 我們一定要想盡辦法多炸出一點時間 我們才能夠好好的照顧家人 所以我的方法就是選擇 生活中很好的幫手就是好的家店 沒有辦法想像我除了工作也外 其實我的家庭生活 我是比工作還有芒果好欺貝的 真的假的 我要煮飯 然後我要洗衣服 然後我要照顧另外一半個小孩 所以像我先生他非常喜歡運動 第一天都會去健身房 然後回來總是好多衣服要洗 再加上有小孩子他現在又是吃副食品階段 一天到晚也是全身的衣服 大概我每天會換 六到七次衣服 我也是很平常的 六到七次很多耶 因為小孩子他會一直弄髒自己 所以要洗的衣服的量非常的大 另外真的是幫我非常非常大的忙 因為我們可以一次洗大人的之外 還可以洗小朋友的 他解決我好大的困擾 因為他真的是可以幫大家做洗衣服 很少的時間 我們現在的追求就是 希望所有家室做完 然後 爸爸照顧好上樓睡覺以後 我跟先生可以有一點聊天的時間 我覺得就是我人生裡面的小幸福了 真的就是小確幸 在睡前用一點點的時間 聊聊天一下維持一下感情 對不對 但是我相信你們的感情 一定還會非常常常看到你們都在曬恩愛耶 謝謝 那當然再來幫大家問一下 我們剛剛竟然說到 平常老公上班穿的是什麼 他都穿T恤跟短褲 那中藥的場合是開會 會不會穿你的西裝呢 會那比較少 我覺得我自己穿需要整趟沒衣服的機會 比他多很多 所以這一台都是我在用 幾乎都是你在使用對不對 好 對 沒錯 好 那非常謝謝唐唐今天來 跟我們一起來積極的分享 謝謝 接下來呢我們邀請到我們LGB的讚 象徵了我們今天 LGB全新發版的兩款產品正式成功 好 我們請 開心